我有一次买笔 然后本来我以为可能顶多也就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 结果之后好像要小一百块钱吧 我有一个同桌 那单是买一个就是摇晃的那种笔 结果一个笔八十九 一个笔带一百零九元 一支笔三十五元 动辄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文具刺客 你遇到过吗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 学校周边及商场的文具店又火了起来 不少家长在给孩子置办文具时 纷纷对现在的文具价格表示惊讶 记者走访多家文具店 发现店门口较显眼的位置 均摆满了各式文具盲盒 号称有特殊功能的黑科技文具 店中价格较高的大部分都是此类文具 文件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袋子 现在也是做的比较的特别花哨 就八块钱一片 就那一片就一个小袋子 这一整套笔一共八十块钱 它非常的贵 电动橡皮擦 擦和普通橡皮擦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比普通橡皮至少要贵十块钱 部分受访的家长和学生表示 虽价格较高但此类文具在学校中颇为流行 兴起好看的包装 拼运起的盲盒形式都是这些高价文具吸引学生的原因 以前就是经常买这种盲盒然后拿来抽 结果发现全抽中一样的笔 经常班节里会说我抽中了什么这个款式 我抽中那个款式 然后我们就老是拿来互相比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必要 你买一两支就行了 有的时候没有必要一直去买 然后老和同学拿去比 盲盒比呢 我们班特别喜欢 我们班有好多人抽 因为呢里面呢 虽然笔呢不一定好看 但里面有贴纸 贴纸是百分之百好看的 对于这些高价文具 家长是什么态度呢 可以上涨一些 但是还是不要太贵 毕竟还是学生用的东西 太贵了对家长是负担 我会问他文具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好看是重要的 或者是满足你工的信息 还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好看 去多花这个多余的钱 其实你们觉得这个值得吗 有时候会去跟孩子探讨这些问题 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我觉得文具没有攀比啊 考虑的是一个实用性啊 我感觉还是反普归真 不要本末倒置 专家表示 文具上附加的文化性和技术性元素 不应成为抬高文具价格的砝码 厂家应当将文具和玩具严格区分开 我觉得厂家要把这两个公里分开 就玩具就是玩具 文具就是文具 用卖文具的理由来卖玩具 这个是不应该有的 那么文具本身呢 就是主要的功能 就是它的使用功能 如果是这些文化元素呢 过于复杂 在孩子使用的过程当中 就会分散它的注意力 会降低它正常的学习的效能 文化元素可以有 但是不能复杂 不能变成一个抬高价格的砝码